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谈 我们最近讲的是1950年5月周三的撤退 这是台湾处在最风雨飘摇的年代 蒋经国那时候甚至还叫大家 努力撑过未来的100天 那这集老谈是想要延续这个话题吗 我们这集要说的是 周三撤退之后 紧接着发生的密实一号无实案 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 叫做刘麻沟15号 他讲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 想说顺子说也很合适 我们知道1950年5月13日 周三的守军开始登舰撤退 全岛封锁 同一个时间在台湾的蒋经国 他却预告战争台风要来了 他说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向台湾军民说明对岸的军事行动 并且积极的准备应战 而且他还首次的公布 国防部最近破获了几个大案 所以报纸的标题还说 希望人人能够做政府的耳目 要全力保台 接着到了周三的12万大军 在台湾登陆 蒋经国又预告 未来100天是最危险的时刻 几乎可以说 那个时候台湾是人心惶惶 然后到了6月10日 很戏剧性的 迅速的枪毙的 传说中的中共密实一号 国防部次长吴石中将 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看过 刘麻沟15号这部电影了 难道这个吴石案是开启这段历史的第一枪 或者是说吴石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发生的 也不能说是第一枪 可是这一枪呢 具有相当的震慑的意义 因为吴石呢 他是福建福州闽猴人 宝殿军校三期毕业 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毕业 他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 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说他是中共的密实一号 那大陆这边呢 对这个用词呢 其实是认为是谣传 也就不是密实一号 那我们跳过这一段争议 来看一下这个案子的简单经过 看战胜记之后 吴石出任国防部使政局局长 1947年4月呢 他与中共有秘密接触 所以在许邦会战前夕呢 他除了协助取得全国的 那个时候国军的军事情制 之后呢 又把长江江房兵力部署图 还有金富罕军事部署 等等一堆的 比较属于机密的资料 交给了中共华东局 所以监察院的报告 他的用词是 对中共取得国共战争的胜利 产生关键作用 所以乐团之前有引述过 很多使政局的资料 不是说这个使政局 都主要是在编转这个历史 所以他怎么能够接触到 这么就是及时第一手的 热管管的情报 其实表面来看 使政局跟这些军事机密 并没有直接产生关系 不过呢 因为按照当时的会业规定 军事资料呢 你在开完会以后呢 都要送使政局去备案 所以这些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 这些军事部署 等于说在研究没有多久之后呢 马上就送到了吴时的桌上 然后呢 随时战争进入到华南还有西南 1949年的8月吴时他来到了台湾 被派认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又把最新的他所获得的军事情资呢 就是透过人送到了香港 或交给那一年 也是同一年11月 这个有香港进到台湾的女情报员 珠峰 峰叶的峰 浙江震海人 所以说中共直接派这个女特务 来台湾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跟资料 为什么要派这样子一个人来过来做联络人 其实这一段还是要跟我们最近讲的夺岛战役 连在一起看 因为三野连续在金门古灵头 还有登步岛战役都失利了 加上他们又有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压力 所以呢 就必须要赶快把这些情资弄到手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古灵头战役 还有登步岛战役 之所以打输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与三野他们缺乏渡海经验 还有军事进展过于顺利 产生了骄傲的心态 但是多多少少也以情资不灵 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像是当时金门 还有登步岛的守军人数 都搞不清楚 你登陆的人数 都还没有守岛的部队来得多 你要打赢 其实是很难的 那回来讲 因为连续两场都打败 为了要赶快把台湾的部署情况搞清楚 所以那个时候 中共的华东局 就决定派长期在上海 还有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朱峰 来到台湾 除了要联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这个书记 就是很有名的蔡孝乾 也要联络 密11号 吴时 来拿这些情报 所以这朱峰 他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的 朱峰 他是化名 陈太太 在1949年11月27日 从香港搭飞机来到台湾 一个星期以后 他就到了吴时 在台北的住驾 前后一共见面的六次 主持 他就提供了一堆的军事机密 拗跨了台湾战区战略环玉图 台湾海峡的海流 这些资料 那吴时是怎么样被政府发现的 吴时是在1949年8月 来到台湾 在1950年3月1日被捕 他被捕的起因是因为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是蔡孝乾的 他被捕之后 供出了朱峰 这些大概有400多位的所谓的供蝶 结果准备逃亡的朱峰 就在吴时的协助之下 搭乘空军的班机 飞到了舟山 准备回到大陆 结果在定海还来不及出去 在1950年2月18日 就被国防部的保密局给逮捕 虽然说他那个时候想要吞金 想要自杀 可是并没有成功 还被急救回来 根据当时保密局上校特勤组的组长 就是古正文他的说法 吴时的被捕是蔡孝乾 他的笔记本里面有吴次长三个字 那保密局的局长毛人凤 从各种的勤职研判 这个是吴时 就这样子找散门了 老谈在之前讲厦门撤退的时候 有提到三毛一带 三毛基的毛人凤 这个时候出现了 蒋介石他在3月1日宣布复刑事事 吴时在这一天被捕 除了凑巧之外 也应该可以说是保密局送上的一份大力 所以我们把这些连在一起看 就可以知道 5月14日中央日报 他用头版看来说 准备要应付战争台风 而且还说 国防部最近破获了 中共在台湾的秘密情报组织 然后在头版的旁边 用头版二头 就直接报道了这起事件 而且还是讲会宽大处理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推测 就是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征讯 几乎大概都已经要一挽打尽 所以这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破获了 那就一个牵着一个牵出了这一桩大案 蒋介石甚至还讲 现供蝶在一个星期内自首 总之蔡孝前他们这些有几位 的确是被宽大处理作为示范 不过潜伏在国防部的五使 就没有这么好运 那五使案很快的就经过了军事法庭的审刑 被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 在台北马产町被枪决 除了五使之外 还有朱峰 也就是朱成之 陈宝昌中将 另外还有就是五使的副官 聂熙善孝 第二天呢 也就是6月11日 报纸刊登出他们被枪决的新闻 标题是 国防部处决四叛逆 快的就成为轰动一时的答案 像我们这样子 就会比较想要了解到 吴师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相信很多的听众 观众跟我一样 对他是比较陌生的 除了说留学日本之外 好像没有看到他之前有一些战功 或者是说带兵的一些作为 但是他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么的出头 他还担任副参谋这么高位 一直被蒋介石还重用 对受到重用 我其实比较少设计军统 还有谍报这一块 只能用现成的资料来说 台湾过去有台共叛乱史 这些大概都是你要去图书馆 如果要调的话 都要去特别申请 那大陆呢 对于涉及到吴师案的这些特工呢 最近几年 也有一些传记或纪念文集出刊 比如说像是吴师传 还有像朱峰传 吴仲熙荡城百年纪念等等 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 当然是吴师还有朱峰 另外呢 陈宝昌吴仲熙 也是非常有一定的分量 除了女秦鲍炎朱峰之外呢 其他通通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 在抗战的时候呢 他们又与月系名将张发奎 或者贵系名将就是白崇西有一些关联互动 不过呢 从吴师的这个关系往听起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对 吴师呢 他的祖籍是吴州保定三起 后来进入了日本炮兵学校 还有陆军大学生肇 据说基本上都是第一名毕业 很会念书 具备了高度的学术素养 不过呢 他因为不是黄埔系 又不是浙江人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收到蒋介石的重用 后来他在陆军大学任教 在918事变之后 花了三年的时间 编了一本日本作战之判断 还收集了一些日本的军事动员的情志等等 和编成昌二世蓝皮书 之后呢 他就因为这些比较偏学术的著作 开始受到重视 1940年的年底 白冲喜呢推荐了吴史出任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 那在第四战区 就是与后来跟他一起被枪决的陈宝昌 也曾经在管西联手救了越南的胡志明 越南的胡志明 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很猛了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岳系名将张发奎 他在1950年 在香港搞第三事例 就可以知道说 他不是那么的听蒋介石的话 事实上呢张发奎在北伐战争的时候 他是属于国民兰的左派将领 那看战的时候 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战区的司令官 主管就是两管的军事 因为毗邻越南 本来就倾向反帝还有反殖民的张发奎 相当的同情被法国殖民的越南 再加上日军又进入了北越 所以他想要透过胡志明 在北越发展情报组织 甚至于准备不顾法国的反对 推动国军进入越南的计划 可是蒋介石对张发奎的这些构想 并不是说那么的机体 因为当然一定有他外交上等等的顾虑 所以张发奎提出的这个国军入越计划 他到底是完真的还是完假的 基本上应该算是完真的 因为吴时是第四战区的参谋长 他在1944年的4月16日 他曾经到中越边境去行事 就是准备要执行这个计划 为期差不多时间有一个月 胡志明也利用张发奎 想要帮助越南的这种构想 所以派遣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 就是一般都简称越盟的一些成员 送到了广西去接受军事信念 那这些受训的越南人之中 最有名的就是五颜甲大将 他后来打赢了电边湖战役 击退了法军非常的有名 老谈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是这个越盟的成员 是到这个广西接受军事训练 那是在广西的哪边接受训练 在广西的近西 现在是隶属于摆设 他这个地方呢 简陵越南 所以张发奎那个回忆录里面有提到 他还把越南别动营 交给了陈宝昌来带领 所以陈宝昌呢 他帮越盟去训练这些军事的人才 就他也出现在这个第四战区 是是是没有错 那总之那回来讲就是陈宝昌呢 他是保定第九旗毕业的 他在看战出勤呢 被日军乍山的眼镜 他的山势还没有好 就去参加了武汉会战 等到张发奎调到了第四战区 变成是市定长官的时候 陈宝昌呢 他被任命为副参谋长 后来张发奎为了要推动国军入院 所以就把陈宝昌派到了靖西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哦 他们是怎么样救胡志明的 我觉得这个是太神奇 我们前面有提到 张发奎他想要扶植胡志明 在越南牵制日军 那胡志明为了要搞独立呢 又想要透过中国呢 从中国得到更多的资源 他自己本人也不断的进出中国 到了1942年8月13日 他在管西的靖西 被地方的保安队给逮捕 然后就被秘密的送到了桂林柳州等地 一段期间呢 在靖西的陈宝昌呢 就派人到越南去调查 就写了50多页的文件 认为说越盟有抗日的实力 张发奎看过之后 认为说如果国军要入院 必须要取得越盟的合作 同时呢 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武史 他也把胡志明想办法 弄到了第四战区的军人监狱 他亲自审问 一样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就是胡志明他的越盟 在北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可以抗日反发的这样子一个根据地 这让我们听起来 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背景 最后呢 就是有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 左右思潮的一些对峙 也有那时候正在对峙抗战 也有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路线的问题 还有中央军地方军之间的问题 甚至连这个保定军校都已经卷进来了 没有错 所以到这边为止 其实我们还没看出来说 吴时他跟这个共产党之间的一些迹象 我们前面提到 吴时是在1944年4月16日起 他在中越边境去巡视 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至于第四战区的兵力不足有关 那更与看章末期 那个时候整个形势突然之间逆转 也有更大的关系 因为呢 有点像是历史开的玩笑 吴时去中越边境 准备要推动国军入越计划 他才去的第一天 第二天就是4月17日 1944年4月17日 日本就发动了一号作战 汤恩伯的大军呢 在河南崩溃 那很快的湖南长沙也陷落 大概只有几个 我方先觉得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 但是呢 之后等到陷落了以后 日军就很快的植入了贵流 这件事情呢 在抗战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 开始对国民政府 产生的破灭的这种失范情绪 而据说呢 吴时也是在这个时间点 思想他发生的变化 然后呢 到了抗战胜利 政府环都南京 白崇喜 推荐吴时担任史政局 或者说是史料局的局长 蒋介石那个时候 还特别召见吴时 说要把国军在看战时候的 这些辉煌的战绩 把它写出来 吴时也很高兴的 编列的预算 没想到呢 一到城城那边就被砍了大半 然后他又夹在白崇喜 还有城城之间 做得不是很愉快 最后他在1947年的4月 跟中共的上海局 有一些的接触 所以他加入这个上海局之后 他是怎么样去传递他的情报 这里呢 又要提到的一位 张发奎第四战区 在里面服务过的一位人物 这位呢 是吴仲喜 白崇喜的喜 他是保定三期毕业 他那个时候是担任 第四战区 长官部的军阀执行 在抗战之前呢 吴仲喜就已经加入了中共 当然因为职务关系呢 再加上都是保定的 所以他们在第四战区都有一定平凡的接触 根据吴仲喜写的 《回忆无时劣势》这篇文章 他提到 抗战圣地之后呢 他在1946年5月 到了南京 住在吴仲他家 聊天的时候 就抱怨说 自己只有被分发到军事参议院 这个不存在的虚构的单位 希望可以帮忙协助 换个好一点的 于是吴仲喜就想办法 把吴仲喜任命为 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 所以吴仲喜是1947年4月 加入了中共的上海局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他只是帮他的好朋友 去要一个职位而已 应该是 所以吴仲喜讲 在1947年到1948年 他有时候到南京 都是住在吴仲他家 吴仲也逐渐的 才知道他的身份 甚至还替他创造了 收集情报的必要条件 像是1948年的6月 淮海战役前夕 吴仲喜以国防部监察局 纵将执行 要去徐州角总任职 他要去之前告诉吴仲 于是吴仲就写信给 徐州角总的参谋长 李树正 要李树正好好的招待 他的这位朋友 吴仲喜 于是在李树正的陪同下 有了机会 进入到的机要室 看到了 两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详详细细的 飙裂了东起海洲 西道山丘 整条战线 双方军队的整个部署 那种驻地 兵种等等 他就想办法 把他记在脑海中 后来回到了上海 就交给了华东局 那吴仲喜在台湾被枪截之后呢 吴仲喜就写了一篇的文章 调念吴仲 也详细的介绍吴仲在徐邦会战里面 做的这一段的掩护工作 这样听下来 吴仲对中共的贡献 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之前比较熟知的 刘斐啊 郭汝贵啊 说他是这个密使一号 应该是相当有说服力 这么有力的人 是潜伏在国军 然后高层 那哪还需要这个 刘斐跟郭汝贵啊 这个吴仲呢 其实也认识刘斐 刘斐呢 也是刘日的学生 那回国之后呢 在贵系任职 那展现了优秀的才能 就协助了李宗人 还有白冲席把管系给统一 后来呢 刘斐又去日本都怒打 所以在日本 刚好也与吴仲都碰到 大家也都认识 抗战胜利之后呢 刘斐与吴仲呢 都在南京 所以几乎每隔一两天 他们又都会见面到一次 所以他们有这么熟 熟到就是不能再熟 难怪吴仲被称为这个密使一号 但他应该还有更多更多 就是可以符合他这个名称的 对 吴仲是福州人 我们知道海军总司令桂永 其实那个时候对敏系是打压的 重庆号事件之后呢 他对敏系进行的诊塑 后来导致1949年 林尊率第二舰队投共 那那个时候呢 中共派人接触林尊的 都是用福州话来沟通 那根据吴仲传的作者 正立的说法 因为国共的局势 在1948年出现的急转弯 那个时候林尊呢 对于是我要守将也觉得有点 彷徨 因为他与吴仲都是福州人 过去也熟 所以在1948年的年底 登门找了好朋友吴仲 吴仲给了善中下三策 结果就不用可以问了 所以说我们从小 就是我们其实也有听到福州话 但是跟那个我们听到闽南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而是真的很难懂 所以这个在接触林尊的时候 都是用福州话 对就可以保密 不让人家知道 那讲到福州话呢 其实我们知道 因为吴仲是福州人 所以1949年1月 三大战役结束 结换军准备过疆 那那个时候呢 国防部还有500多箱的 重要军事的机密 那些资料等等 本来是准备要运到了台湾 那吴仲呢 他是福州人 所以就用直政局局长的身份 主战之后先运到福州 理由是到时候呢 如果打赢了 就可以很快的送回南京 如果要退的话 可以比较方便转赢到台湾 他的建议获得采纳 所以就这500多箱的机密档案 就从南京押送到福州 很快的 国共核糖破裂 国防部于是催促 赶快把这批档案送到台湾来 那吴仲呢 他就先送了100多箱 比较次要的参考资料 还有军事图书 说这个是最机密的送来台湾 那这里有298箱 最机密的 全部都转移到了 福建省研究院的书库 产立在那个地方 后来当然这些资料呢 不用问也可以知道 那等到福州失守之后 吴仕在1949年的8月16日来台 之后就是朱峰在11月底台 从吴仕那里去的台湾 还有金门等等的这些军事部署资料 所以在当时那些真正最重要最重要的 机密资料其实都已经留在大陆 像看起来 就吴仕这么快被执行枪决 其实一点都不让人家意外 报纸那时候还用头版头来报道这件事件 那这整个执行的过程 其实也都有公注意事 中央日报是在1950年的6月11日 用头版头来报道这起案子 那标题是国防部处决4判例 报道说他们触犯了层次判变条例 经过国防部组织的高等军法会审庭 整讯明确依法判处死刑 然后曾奉最高单局核准执行 所以在6月10日的下午4点 把这四人就是吴时 朱峰 陈宝昌 聂熙提庭宣判 准许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意愿 就准许单传出写 那吴时 陈宝昌 还有朱峰呢 就做的简单的书写遗嘱 聂熙呢那个时候说是已经接近于迷惘 没办法写字 在这录影之前 其实我有稍微看到老团去收集的 这个当时装饰报头盘 他这个详细的描述 我在这边就帮各位读者来念一下 他说十分钟之后 这个所有的这个嫌犯呢 他们的遗嘱都已经这个草草的写好了 那行刑宪兵呢 就随即呢 就是先把这个吴时他所身穿的这个军便服 跟这个聂熙身穿的这个军服都已经拿掉了 然后再来呢 陈宝昌呢 他只是穿的是蓝色的西装 朱峰呢 则是穿着一件绿色的袍子 外面罩着一个蓝色的毛线上衣 那之后呢 这四名的这个范贤呢 是由宪兵呢 用两辆卡车去押送的 那这个行车呢 是从青岛东路出发 然后经过上海路 那时候还有上海路 现在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哦 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然后呢 转南海路 一直到了这个万华的马场丁刑场 那还描述说沿途有不少的民众 是在观看这个行车 是 4点30分 吴时珠峰 陈宝参 涅西 他们自左而右 一次的跪在刑场的坡地 然后一声执行命令 四名宪兵就开枪了 那他们四个人 几乎是同时倒地 那吴时呢 那个时候报纸说法是 吴时惨叫一声之后 他的心脏缓缓的从他重担的地方 涂了出来 就跑了出来 清醒的民众看到了之后 就大骂吴时出卖国主 这个时候都没有心肝 一刻钟之后呢 监察官就检视他们四个人 确定都已经毙命 一时就回去复命 现在报纸已经很难看到这种描述 这么详尽这么详尽的一些 譬如说刑事案件 然后是我们的内容 内容里面还提到了这个 吴时 陈宝昌 朱峰 他们三个人有写过简单的遗嘱 那我们其实也蛮想知道说 吴时他其实写了些什么 报纸是在6月12日 刊载了吴时所写下的决命诗 其中有一句话是 如此收藏意态碑 被两岸各自解读 比如说像是当时的中央日报 标题之下 深糊涂临死清醒 这起被认为是白色恐怖的第一大案 那牵连的人数其实也蛮多的 也造成后面蛮多的影响 对因为有些人被牵连 后来他们的子女在解研之后 也不断的申诉 后来经过监察院的调查 根据向监委高凤仙 他的说法 就是 陈青人有些是因为 就是吴时在执行枪决之前 照片显现出来他的脸上 右脸颊有一颗黑字一样的大黑点 就直言说 为什么之前的都没有 那只有这个时候才有 是不是同一个人 那还有就是 吴时在枪决前 枪决之后呢 都是由侧面来照相 以其他的死刑犯 都是从正面来拍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怀疑他是不是身份 有没有被调包等等 老团之前有说过 这个穿岛方子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有曾经传出说 有被调包的穿岩 所以其实大家的质疑点 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 是 劣势的 不过我个人认为 就是吴时脸上 那个时候出现像字一样的大黑点 虽然看起来是怪怪的 可是应该不至于会被调包 因为也不会有人在这个时间点 替他找替身 因为这个是超级大案 而且吴时是大家都认识的 所以在此时此刻 这个应该没有人敢做这种事 那紧接着呢 吴时被枪决之后 陈宇也以匪谍的罪显 在1950年的6月18日被枪决 就是被认为是228元凶的那个陈宇 陈宇这个人呢 本身也是属于比较左派 他在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的时候 在1947年发生了228事件 在1949年的1月 因为局势的关系 尝试策反金富汗警备总司令 汤恩博 那汤恩博那个时候担心说 如果茅森知道的话 怕自己被牵联 所以就把此事就告诉了蒋介石 结果陈宇被罢关 然后就被软禁 之后压解到台湾 在吴时枪决后的8天 也写件新电空军公墓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段 已经连续好几个答案 我们是接连的去做一个处理的 我们知道在1947年228发生后 蒋介石曾经派白冲喜来接手处理 228事件的善后工作 那个时候白冲喜他也带着吴时一起来到台湾 所以相信说吴时那个时候在台湾也曾经跟陈宇等等都见过面 只是他们应该都没有想到在1950年的6月 他们会先后的在台湾都遭到枪决 所以这一节节目呢 除了延续这个东南沿海岛屿争斗战的主题之外 我们反而呢还从这个电影刘麻沟15号 带出了这个谍报啊 或者是军统有关的一些内容 但是我相信啊 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这段历史 其实是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讲到这边 谈兵读物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一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我们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之外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 也可以用呢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Podcast给我们留言跟五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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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